第九題,第九第十是個題組,題目一開始的時候說 甲乙兩個物體在直線上運動,一開始均向東運動,以東為正 它的ST圖呢,如圖所示,要我們回答第九跟第十 那第九題是問說,要我們討論一下甲跟乙的速度大小的變化情況是如何 這一題呢,我們有兩個解決的方法 第一個呢,是按照我們前面所教過的 ST圖的直線就代表速度,割線是平均,切線是順時 直線越斜就代表速度越大 所以呢,我們就來做甲的切線之後發現甲的切線呢,是越來越斜的 所以就表示呢,甲的順時速度就是越來越大 而乙的切線呢,卻是越來越平的 所以就表示呢,乙的順時速度呢,就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就知道,甲的速度呢,會逐漸的增加 乙的速度呢,會逐漸的減少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,我們在這裡如果我們取相同的時間間隔 我們如果取相同的時間間隔,我們會發現 甲一開始走的比較少 後來走的比較多 所以就表示,甲的速度呢,會逐漸的增加 而呢,同樣在乙,取同樣的時間間隔的話 就會發現呢,乙的情況是,一開始走的比較多 然後呢,走的比較少 所以就表示,乙的速度呢,會逐漸的減少 會變得變小 所以呢,我們就可以曉得 我們第九題的答案呢,應該選擇的是B 甲的速度,逐漸的變大 你的速度呢,逐漸的變小